那就麻烦寸之处了 陆元本来的想法是住在这里的 结果他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沐秀家现在还真的没地方住 这有啥麻烦的 你们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 这有什么好见外的 陈向阳笑道 陆元于是就去了陈向阳的家中 陈向阳把家里的一间控制房间 收拾好了给陆元住 陆元正还头一次住在乡下 陈向阳家的房子在村里也算是好的 陆元睡的床 就是紧挨着窗户寄出来的一个尼卡 村里几乎都是这样的床 稻草做成的垫子上面 放了一张竹子编织成的凉席 窗户上还有床的四角 都放置了不少矮叶 这矮叶用来驱闻效果再好不过了 陆元累了一天 用井水冲洗身子时 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这井水竟然跟冰水一样的凉 洗好后 陆元顺手把自己的脏衣服洗了 套上陈向阳借给的汉衫 他躺在凉席上 窗户打开着 夜晚的风微微吹来 夹杂着暗夜的香味 陆元沉沉地睡去了 等到陆元离开后 大家洗漱完后 也都回自己房中睡下了 半夜的时候 小花饿了要吃奶 沐秀喂完小花 放在空间已经调配好奶的奶瓶 又给小花换了尿布后 忽然听到水声 他奇怪地走到窗前朝外看去 结果 看到陈旭辉光着上身正在院子里冲洗 月光刚巧照在他的身上 看着陈旭辉满是肌肉的上身 已经坐着都很高的身影 沐秀才猛然发现 那个瘦弱的小男孩 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不仅长高了 身体也更壮实了 的确 陈旭辉这一年虽然干活不少 但是吃得好睡得好 十五六岁的男孩 正是贪吃肯涨的岁数 营养一跟上 可不是就疯涨了起来 不过非礼物事 沐秀转过了身子 等到院子里传来 稀稀苏苏的声音后 沐秀这才推开了门 陈旭辉本来因为 今天的事情心烦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越想越烦躁 最后身上燥热地睡不着了 于是他干脆就爬起来冲凉 因为洗澡间也烧坏了 所以他就直接在院子里 用瓢挖着井水 往自己身上浇了起来 冰冷的井水浇在身上 瞬间就浇灭了他的躁热 等他洗完后 却听到开门的声音 一转身 却是墨秀走了出来 你怎么还没睡 陈旭辉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还不是没睡 天太热了 睡不着 陈旭辉语气有些闷闷的 等到这件事解决完了 这房子我要重新翻修下 到时候装上电风扇 有空调的话就买空调 到时候一定会很凉快的 沐秀看着被烧得乱七八糟的房子 已经决定必须要重新翻修装修了 啥叫空调啊 陈旭辉有些疑惑地问沐秀的 以后你就知道了 陈大哥 其实陆园人不错 只是看着有些不善言辞 你说觉得他看着高高在上 其实这也只是表象而已 我们不能以此却来断定 一个人是好是坏 沐秀想了想 还是说了出来 我 我知道了 陈旭辉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也知道陆园其实人不错 但他就是讨厌陆园总是出现在沐秀身边 而这话 却又是万万不能对沐秀说出口的 陈旭辉感到很烦恼 好了陈大哥 快回去休息吧 等会儿天亮了 我们还要去讨回公道呢 沐秀看了看陈旭辉 这事让他好好想想 先做眼下的事情吧 嗯 你也快去睡吧 陈旭辉注意力立刻转移了 他想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眼里甚至还有一些兴奋 你去看大夫做什么 陈喜福看到陈庆脚上包扎的绷带 有些焦虑地责怪道 我都快疼死了 只有免费的大夫为什么不看 陈庆毫不在乎地说道 这被发现了怎么办 你说你 好好地偷东西回来就行了 干嘛还要放火 我都说了不能放火 你怎么就是这么不听话呀 陈喜福真是快气死了 你给我闭嘴吧 我眼瞎了吗 我偷回来那么多东西 他们回来发现了怎么办 还不如放把火烧了 这样他们也不会发现东西被偷了 还以为都烧没了 陈庆毫不客气地说道 还有 你是妹线的小杂种 现在住的有多好 跟他们比起来 咱们住的这就叫狗窝 凭什么他就能住那么好 而我却要住在这 这都怪木水家 他们凭什么不帮咱家 去帮那个小杂种啊 所以我干脆一起烧了 反正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庆紧接着 又说出了他真正想要放火的理由 烧就烧了 我觉得我轻烧得好 你看 现在村里都以为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引燃的 没有任何人怀疑到咱们头上吧 还是我轻聪明 赵俊兰朝着陈喜福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这是谁散布的口风 要不是我见人就提起 陈庆辉烧了以前咱们房子的事 别人会这么想 这事都靠我 才没被发现的 陈喜福立刻说道 行行行 都你的功劳 你厉害 你聪明 你这么会做事 也没想让我们母子过上好日子呀 想吃扣肉 还得靠我轻 真是不要脸 赵俊兰出言讽刺道 你 陈喜福气得跳了起来 行了你啊 那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没啊 陈庆礼都懒得礼陈喜福了 明天就弄 这两天只顾收拾吃的了 赵俊兰陪着笑说道 那你快点收拾 我都没衣服穿了 陈庆不满地抱怨起来 行行行 没问题呀 原来 陈旭辉和墓水的那些衣服 一些是墓袖扯的市面上的布做的 一些则是陆念东给的 这些衣服的布料 都是眼下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卡基布 陈庆就动了心思 想让赵俊兰把这些衣服改一下给他穿 可是赵俊兰有些心疼 因为陈庆还在长 等他再长个三五年 穿这些衣服刚好 这衣服大改小简单 可是等到小改大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赵俊兰又怕陈庆生气 所以只能想着往后拖些日子 让陈庆再长大一点 这样就能少裁些布料下来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